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现在烧水给它煮一下 我们放一片生姜下去啊 然后是去腥味的这个东西 现在烧一下水 我们现在把那个东西放进 我们现在煮得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再弄出来洗一下 你把这个上面这一层油给煮出来了吗 把这个要多洗几下 把它上面那个油都给它洗掉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桶子火在上面再煮哈 我们再放点香料 放点生姜 然后灰皮跟八角 这个香料放的比较少 因为它这个汤嘛 可能是比较清淡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煮它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就已经煮开了 现在已经煮开了 待会的话我们就换成小火来慢慢炖了 因为它这个桶子火的话 大概要煮个半个小时以上 你慢慢熬 所以说我们现在换成小火 然后再继续煮 现在我们这个桶子火不去煮差不多了 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汤都已经白了 这个就差不多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准备放冬瓜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在一个地里 开冬瓜 然后我们来切两个 我们现在把冬瓜放进去 大概再煮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冬瓜是很容易熟的 所以说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煮过了 然后我们再让它焖十分钟 像我们湖南那边的话 就喜欢放你的这种干辣料就这样 看起来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也入味 现在我们这个就差不多 被起锅了 看一下 这冬瓜也差不多已经做出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起锅了 我们最后再放点葱花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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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汤还是挺白的 挺鲜的 这个闻起来非常香 很香很香的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